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舞老师,王一博石火 现在的孩子都在安利他 学舞很积极 UMIT王一博的舞蹈到底有多出圈 最近街舞课老师现身说法 如今学街舞的孩子都在关注他 特别是最近的街舞总决赛的队长秀 直接把Breaking带火了 让很多街舞老师倍感压力 的确如此 王一博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他把自己的热度跟流量最高的时间段 都贡献给了自己的热爱 让这几年的街舞顺利步入大众视野 如今更是引发了全民学习街舞的热潮 特别是学习街舞的青少年跟年轻一代 这就是C世代的不同 曾经我们接触到的街舞比较局限 如今开设街舞般的人铺天盖地 街舞社团越来越多 大家都参与到了这项运动中 让自己动起来 更让自己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最近街舞课老师真的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直接点名王一博 实在是太火了 他的影响力的果然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今上课 还多孩子都在安利他 看他跳舞真的好帅 都想跟他一样酷 一样帅气 这次街舞大秀中 王一博不仅跳了Breaking 还有Hip Hop等 融合了多种舞种进来 特别是开场舞 玩起的酷腿 这个是非常Hip Hop元素的 这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开始学习这种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同时呢 很多人发现 王一博这个年轻人 传递出来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元素 都被广大网友学习模仿着 还记得王一博用鞋带选人吗 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 小黑屋选人 当时王一博就跟小姬说 我一定会要你 但是因为这轮要去抢别人 就送给了小姬一根绿色的鞋带 这个是滑板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用鞋带绑在腰带上 防止完滑板的时候 影响发挥 后来呢 我们频繁看到王一博 腰间用鞋带代替腰带 这次开场舞 王一博玩起的裤腿 不单纯是一种时尚潮流的表达 更多的是街舞文化中 嘻哈元素的呈现 表达的是一种随性洒脱自由 更是一种Battle for Love的方式 不得不说 王一博对于街舞的推广跟宣传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是他的热爱 在爆火后的他 除了之前常驻的天天向上 再就是加盟了滑板类综艺 极限青春 在最火的时候 只接了 这就是街舞 说起来 王一博真的都在 做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 没有浪费自己的流量跟热度 而是更多的反馈给了大众 这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 他让我们看到了街舞 了解了滑板 更真实地感受到了 C世代年轻人的态度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艺人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更专注 更追求极致 是有态度 耐性更韧尽的 很羡慕也很欣赏 娱乐圈中的优质艺人 不得不说 比起以往的流量明星 更看好C世代这批人 他们的定位明确 选择跟态度 也很有自己的主见 值得期待 王一博 因为专业才会发光 因为热爱 才会懂得如何传达 让世界看到中国舞者的发展 让中华文化更好的传播 作为文艺工作者 这份责任跟荣誉 他都做到了 让世界舞者看到中国舞者的发展 用自身影响力来传递中国文化 王一博 此刻为你点赞 这才是C一代中国年轻力量的态度 中国文艺工作者该有的样子 对此 各位小伙伴们如何看待 留言讨论呗 不许可靠 或论 请不许可静 HOI PAN